我们不可能打一辈子球 你就没想过 当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吗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早晚会碰到 我们躲不掉的 来 我没有说什么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我该做的是一分一分 给我把球咬回来 让我告诉你 咱都三十年朋友了 就一天是对手 我十六岁进的排球队 这墙上呢 每一个球运啊 就是以前那帮傻姑娘 一个球一个球给凿出来 那时候我们打球 那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心里边有这个 没有我性感的 可是他们不信呢 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 也跳不过巴西 也没有塞尔维亚跟西大地的力道 现在你能给大家带来展示的希望 我郎平从来不撞 我都是玩真格的 排球 不只是我们的工作 还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我不管别人 我们还需不需要中国 我需要 我需要